大家好 这里是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第15期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为您的耳朵准备的 所以我们节目的背景都是黑色的 而且也很少有动态的视频 就是为了给您节省电量 节省您网络的流量 让您在开车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轻轻松松的打开手机 来听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的中美超级大事播放 以及精彩点评 我们在试图将我们的节目同时上传到YouTube 国内的B站 喜马拉雅 以及更多的视频及音频平台上 让您可以最方便的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当然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为我们的节目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 OK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样的话题呢 标题是向黑人兄弟学习 为什么起这样的标题呢 因为最近一则有关美国华人的和黑人的事件发生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华人每家店 日前和两名非裔顾客发生了肢体冲突 8月6号店外聚集了大量的非裔示威者 警方只能将华人店主带走 并且建议他们暂时歇业 华人店主并且面临着骚扰以及 四级非法实现等多项控罪 这件事发生于2018年8月3日 当天在这家店里来了主孙两名非裔顾客 两人做了美甲之后呢 孙女又做了拔煤 但对拔煤不满意后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由此起了冲突 当时店主报了警 非裔女子呢又找来她的朋友来支援 然后呢冲突升级 店里的员工急于反击 后来在警方的介入之下 打架才被平息 那么在8月6号时呢 就会有近百名非裔民众 聚集在店前示威 高举的标语牌大喊着 Black money matters 黑人的金钱很重要 Shut them down 就让这家店关闭 以及No money No toast No news 就没有钱 没脚趾 没指甲 等等口号 在警方陪同店主夫妇走出每家店去警局接受问话的时候呢 现场的示威者向夫妇二人 甚至警察抛制玻璃瓶和鞋子等 最后呢警方又调集了更多的警力到场维护秩序 但当天关店之后呢并没有平息事态 当晚6点多钟的时候呢 这些非裔民众又在当地的非裔女州众议员Diana Richardson的号召之下呢 赶到附近的另一家华人每家店前继续指挥 以上呢其实都是事件的客观描述 我尽量没有带任何主观的东西在 接下来我简单的转述一下当事人 就是这位店主的说明 因为他说明部分和我们目前可以在网络中看到的视频并不一样 他也有视频证据 只不过他的证据并没有上传到网络 而是交给了警方 店主说那对非裔祖孙 于3号晚上8点多来店中消费时 祖孙俩都做了脚指价 价格是美元十几美元 后来孙女呢又做了拔眉帽 随之拔好一边眉帽之后 那个孙女不满意说不会付任何钱 当时店主说眉帽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 但没假钱你要付呀 因为每个店员还为你们分别服务了40多分钟 两人的费用加起来只有30多美元而已 随之孙女却开始骂人 于是店主报了警 在等待警察前来时 那孙女交了一名朋友 而这位朋友到场之后呢 在店内一直狂骂 店主说当时她一直在和员工说冷静等警察来 那名帮手后来竟将店内收银台上的东西全推到地上 并和非裔奶奶开始动手打人 当时她妹妹遭到了非裔奶奶重殴 面部被打花了 店主手中有她妹妹被打伤的照片 以及现场视频 据报道 视频显示是对方先出手打人 与在网络中盛产内容截然不同 店主说她已经将这些视频交给了警局 并放到了Facebook 希望能让外界了解真相 好了 关于事件本身的描述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因为今天的节目并不是要为华人或者黑人申冤的 但如果各位听友 您作为华人希望对这位店主一家提供支援的话 据说纽约那边现在已经有很多华人媒体 以及微信群群体在准备筹款控告这几个打人者了 所以您可以与他们联系 我们尽量去寻找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然后在我们视频下方说明部分 或者评论部分更新给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要就这件事儿聊些什么呢 我们聊的话题呢 就是今天的标题 《向黑人兄弟们学习》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看起来跟种族问题毫无关联的事情上 会带来一群黑人群体来帮忙 就是因为黑人群体在美国政治地位中的特殊性 让他们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绑在一起 一致对外 这就是美国的黑人在美国政治中的生存方式 而且这种生存方式呢 让他们目前过得还非常不错 在任何公开媒体和小型聚会上 人们不管自己内心如何看待黑人 都不敢针对黑人 说出任何负面评价 也不敢在行动中表现出对黑人的任何侵蚀 那么在整体人数 学历收入都不占优的情况下 黑人群体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地位 这简直就是伟大的成就 这一定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要好好学习的 那么我们的华人有一个特点 从自身角度来说一定是好的 但从整体来看 在某个时代当前情况下 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谦虚和自行 曾子曰 五日三行五身 孔孟之道让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预示首先自我检讨 连蒋介石之前提的 都是让外必先安慰 都要先把自己整得没毛病了 再考虑对外的问题 那么这个思想从长远来看 一定是有其积极的因素 因为这会让我们有自发向前 不断进步的内因 但是从一个短暂的时间段 在外界环境更加复杂之时 这个思想就不能统领成为我们所有行动的指南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事情 黑人兄弟们 他们的平均收入、学历和整体人数都不具有优势 所以在历史上他们一直是被歧视的对象 你说让他们自我反省、自我提高之后 再去考虑别人应不应该歧视他们 那要耗费时间就太长了 他们的孩子大多上不了好的学校 他们长大后大多找不到好的工作 在这样的基础上 让他们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演化成为社会中不被歧视的一员 那就像让一个月入两三千的普通人 通过一点点掌工资而变成百万佛一样 不过好在黑人兄弟那里没有黑人的孔子 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 也从不认为一定要等到自己变成圣人之后 再去和白人们讨论社会问题 他们的做法很简单 你歧视我 我就干你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谈的一个观点 如果我暂时不能让你尊重我 我就先让你开始怕我 就是用这个简单的指导方针 这些没钱没权的黑人兄弟们 赢得了整个美国社会的舆论支持 和最终的政治地位 他们让种族歧视这个词成为了一个 必须被每个人自己的嘴屏蔽掉的词 没有人敢公开说他看不起黑人 没有人敢公开说这个人是黑人 所以我要将他解雇 哪怕这些人内心是完全同样的想法 他们也完全不敢说出来 言论自由这个词呢 在遇到种族歧视这个词之后 再也没有什么挣扎的余地了 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华人对自己政治地位 没有底线的漠视 这种漠视当然是有来源的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扪心自问等等等等这类的词语 所以当遇到与黑人几乎完全一样情况时 我们的华人并不会积极地像黑人一样站出来 往死里干 而是要先问问自己 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就好解决了 人家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嘛 责任全在我们这里嘛 欢迎人家来批评 这样才能督促我们进一步 而与此同时 黑人会怎么做呢 是的 黑人兄弟才不会去管谁对谁错 你对我不好干就对了 我手中有另一个两年前发生的非常相似的新闻 同样的城市相似的当事人 2016年5月 纽约一家华人美甲店的女老板 被一名非裔女客户拉扯头发拖在地上暴打 女老板被打得劈头散发鼻子流血 同样有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但我们可曾听说过华人联合起来去对付那个非裔女顾客吗 我是真的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 就说最近的事儿 美国人在他们的产品上明确标明 我们卖的产品里面不含有来自中国的成分 我在一路直北公众号上发起了对这家公司抵制的倡议 但却遭到了巨大的阻力 咱们在海外的同胞居然对这个标注呢 想起了一片的叫好声 说我们自己买产品就不会买中国产的 所以美国人做的对 我只想反问一句 美国人在卖房子时是否有人敢写 本地有色人种数量少于百分之多少吗 而如果他不写的话 你在事实上是否会关心这个数字 你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敢这样写吗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过度自省 过度自省的心态会有三种 第一 客观地寻找自身失误 不断地完善自己 提升自身的能力 防止同类失误的再次出现 这时自省是积极的客观的 这种情况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第二呢是推卸责任 自省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失败的原因 也就是成就动力低的表现 第三种呢是不自信的表现 过度的自省还是不能说自卑 但会有不自信的心理 那么对于第二种过度自省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逃避 因为你将现在状况的责任呢 推到了一个你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上 而因为你目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最终的做法是一边自省一边无为 什么也不做 这就是对当前现实问题的逃避 那家宠物用品公司作为一个在中国都有分工厂的跨国公司 居然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侮辱性的标注来对待中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China这个词 在美国社会的政治里就跟一个屁一样 没有人在乎 而我们的同胞在干嘛 难道不都是在过度自省的过程中吗 大家把责任推卸到国内人的身上 而对当前我们海外华人政治地位低下 也推到国内或者来自于国内的某些人身上 在这次美甲店事件的新闻页面中 我看到了这样的评论 我给大家读一下 当时皮特良事件时 有三个纽约华人被选为陪审团 但是他们用各种理由推脱 结果得靠全国华人220大游行声援皮特良维权 纽约华人花钱花时间送孩子去补习班 却不花10分钟时间出来投票选学间和市长 最终市长就是靠20万张非裔和墨西哥裔的选票当上市长 然后他联手西裔学间取消纽约重点高中入学考试 搞AA政策 专门针对努力学习的华人中学生 好了 就让这段评论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 但节目的结束 希望对您来说是一个新的思想方式的开始 欢迎您来到我们YouTube频道下方分享您的想法 我是维青欢迎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ConnectUSN and China 以及微信公众号一路之北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